固执 吃吧 吃吧 你吃了吗 我 我吃过了 一味吗 要不坐这儿吧 蓝一飞呢 不知道 脾气还挺臭 你想干吗 我想吃馄饨 行吗 锅里没有了 没有了 这不是有吗 什么玩意儿 这么难吃 就这个你们还买钱呢 我告诉你 你不要在这里闹事 小心我们报警 对 我们报警了 报呗 我好怕怕哦 我怕得要死哦 她是谁啊 多亏你找的大夫 别这么客气外婆 外婆 外婆 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我是老毛病了 不行 人家医生说了 越是老毛病 越得治 就是啊 谁啊 等会儿 蓝一飞是吧 认识我吗 你谁啊 找一飞有什么事儿 你是哪儿崩出来的 我全天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我认识你啊 你总认识我姐吧 你姐又是谁啊 我没跟你说话 你那个不要脸的老妈 抢走了我姐的老公 我姐天天在家姑娘 干什么 干什么 她妈妈也是我女儿 有什么事儿 你趁我来 要老太婆 那个贱女人原来是遗传你啊 你再胡说八道报警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说我想干什么 你毛还没长齐呢 一口一个脏话 谁叫你的 老太婆离我远点啊 看我们家姑娘老小 好欺负是不是 再过来我告你碰瓷 告我 我倒要看看人家 是帮我这个老太婆 还是帮你这个超流氓 快来看看 有人欺负人了 走 走 走 反正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好好想想怎么补偿我姐 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追 外婆没事 外婆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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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孩子 有外婆在 喂 太婆 来个阿婆 不用了 晚晚呢 谢谢她们哥 太婆了 嗯 怎么样 太婆 有什么人呢 找着了 我还去了趟他们家开的馄饨店 咱那个小仓妇还在那儿吗 在 一看就老 跟她妈一样 我姐夫也是够贱的 跟人家一勾搭连家也不要了 但我不能不管我姐 我必须替她报仇 都跟你说了 怎么办 一个老太太加一个小姑娘 动他们显得我不小规矩 反正馄饨店找着了 我就先把他们的馄饨店给她砸了 看他们祖孙俩没了营生 拿什么生物多 怎么回事啊 二厂有个女工叫张秀英 就是她老公跟一菲她妈跑了 上次找一菲社的人也是她 对 她有个弟弟叫张涛 是航天城里出了门的小朋友 怪不得 之前有个混混找到我跟一菲 问一菲认不认识她姐姐 我和关照在网吧里听到 说他们要把馄饨店给找 她敢 她们要是敢砸馄饨店 我就跟他们拼命 其实咱们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找一菲跟外婆的事 那就是找我们事 这次咱们谁都不能送 对 又我说 咱们干脆住在馄饨店里 等他们来得了 你这行不通的 一菲这么没有面子 她肯定不想让我们知道 麻烦我们的 那 要不我们报警呢 那报警跟警察说什么呀 说有人要砸馄饨店 让警察二十四小时都待在馄饨店里 能行 我想到一个办法 阿姨好 阿姨好 不是 你们复后复后干吗去啊 复后 你骗哪 你搞什么鬼子搞 干吗非得是拿我们家望远镜啊 我试过了 从你家拿着望远镜 可以忘到对面的馄饨店 你的意思是用蒋一家当授岗 是 我们轮流放哨 就盯着那馄饨店 你得发现有可疑人物 我们立马冲过去 我算过了 从蒋一家去馄饨店 我只剩一分钟 大哥 那是你 我 我最起码需要六十二秒 六十二秒只够你从这个凳子 到家门口 你放屁 闭嘴 大叔 我们怎么跟家里说呢 崔心 咱们不是正放假吗 咱们就跟家长说 咱们俩给他们补课 这几天不回家了 那现在只缺一样东西了 缺什么呀 家伙 打架的家伙 其实 我准备了 我从我们家超市拿的感变账 而且我在上面都穿了纱布 防止打架的时候受伤 大哥了 哪擀面杖打架也太蠢了吧 那怎么着 我帮你连车双约棍 行吧 请个屁呀 请 你先去放事 排第一个 凭什么我排第一个呀 按照期末考试成绩 由低到高 你有意见吗 那为什么不由高到低呢 行啊 我去 那这样 讲一句夜班 还有夜班 夜班混混都不出来了 大家还有疑议吗 没有的话就这么决定了 我 孟文宇 你给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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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美羽啊 你给我出来了 怎么 辞职了 连句话 都说不了了吗 从什么地方开始说啊 你找月彤 还是你给全公司发邮件 我那是为了我们未来考虑 我们是共同体 别像我们变成那种 你死我活的关系吗 我们真要是共同体 那你现在应该立刻辞职 你说什么 这是辞职 你好可笑啊 你已经用你那种方式 惩罚我了 你海洋怎么样 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你是冲动 让我们所有努力 你都白费啊 我倒是觉得没有白费 至少让我明白 有些垃圾 不该清理掉 垃圾 我是垃圾 你是什么呀 那个制作业 就应该是我的 要不是你跟冯母慧的关系 什么都不是 郭凯 你看你现在一副输不起的样子 你平时有多精英 你现在就有多可笑 你一直看低所有人 包括我 但其实你才是最卑劣的那一个 你够了啊 你根本配不上 别说了啊 你也配不上这个车 你怎么别说了 请你现在离开我家 我让你离开我家 不许 我得想办法往回 会不会还有机会 王茗玉 茗玉 你知道 这个车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你是知道的 是不是 我们还有机会挽回呢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茗玉 现在就可以问我回答你话 你跟她说 当时你在公司都是胡言乱语 你压力太大了 所以你 你得了我响证 所以你把所有脏水都泼在我身上 没关系的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给你开医学证明 我让你放开我 茗玉 我都能接受你 你给她打电话呢 你放开我 我不打 你不走 我走 我提出辞职 不仅仅因为这一件事 郭凯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勇敢一点 把这段关系公开 回来 茗玉 我包了馄饨 给你留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吃啊 现在就可以分过回答你话 好 你跟她说 当时你总是胡言乱语 很好 昨天对她的电话 正在通话接下来 我去 真的假的 你就等着看吧 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大浩 你进来挺早啊 最新翻转听说了没 什么翻转 今年副总的职位要容空 容空 为什么要容空 据说是我们方经理 反杀了郭凯 两人同亏于今 我消灭 上班 您卡通 大人 团队 多导会 类似 上班 红 建讯 好 有 禅 已 他 这 记录 咱们来 去 Kes那边 如果把影片贴了 要不周� mostra 顶一些 给你 看啊 你捏了 给你 赶紧 喂 赵远 怎么了 什么 明语 明语 明语你在家吗 明语 电话还没打通吗 对 她不可能这么长时间关机的 明语 明语 明语你在家吗 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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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吧 换我吧 他们呢 关超跟蒋亦想玩游戏 结果被庄远拉进屋里 补习数学去了 你说易飞会不会觉得 我们很奇怪呀 为什么 咱们就这样突然消失了 她肯定猜咱们正在干吗 那她一定猜到了 知道我们在默默地守护着她 如果咱们有事 她肯定也会这样 那当然了 这是咱们六个人的默契 谢谢 黄英智呢 他们今天怎么都没来啊 他们学习呢 那你也去吧 你去吧 我不去 我要在这儿陪你 傻丫头 易飞啊 如果有人来闹事 你就躲在厨房里 别出来 外婆 我不怕 我要保护你 没事的 好 好了 时间不早了 咱们该休息了 好 那我去把碗刷了 我便iden 不遢的 等一下 去吧 你去吧 姐 nuclear 那我也想到您去吧 不什么 没有 4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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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你站在级场地上 你站在哪儿 你站在哪儿 你看这是哪儿 第一点 是吗 我妈害得我姐整天要死要活的 你说我是不是得要点补偿啊 你们想怎么样 这样吧 要么今天你这店交给我归人归人 要么 你去我家给我做一年馄饨怎么样 托哥 没事吧 你去我家吧 你们是从那冒出来的都死了 你们是不知道涛哥的名号吧 涛哥的名号 什么涛哥呀 我只知道马景涛 钟镇涛 你是什么涛啊你 涛哥号称小湾区山基 连这个你们都不知道 还敢来多管闲事 小湾区山基 最后山基死了你知不知道 知道我是谁吗 爆出我的名号 你 你是谁呀 唐天成黄英子 没听过啊 没听过呀 王菲弘的后代 对 给我打 一人 明语 张明语 张明语 如果你在家的话 你至少出来让我们看你一下 让我们放心行吗 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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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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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茗玉 你忍着点 可能有二头 天嬷 真要去啊 当然 都知道自己要干净吧 走 郭凯 你们有预约吗 打人需要预约吗 打人 你算什么东西啊你 让你欺负能力跟自己家人打死你 快帮箭 你帮啊 我还想帮呢 我要去下转你干吗 放开我 打死你 让人家人 走 啊 啊 啊 好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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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凑手 夹我一个 你们三个没事吧 我们没事 感觉他们比我们严重 残鼻小声能打呢 这是咱们第二次上警车了吧 这留要进派出所了 你还挺开心的 咱们这不是打赢了吗 要不然咱们合影呗 这造型都挺炫酷的 老实点 手机收起 明白 开个玩笑 警察同志 不能拍照 都懂 都懂 都懂了 出来吧 家长过来接你们了 回去好好教一教育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看看你们几个啊 知道的你们是去打架了 不知道还以为你们掉面粉堆里了呢 妈 去去去去去去去 王英子 你不跟我说你去补课去了吗 怎么跑去打架 我们补完课才打架呢 是吧 庄远 我们是学完三角函数才去打打架 甚至还学了立体几个 我作证 我作证 明雨 庄远 你们两个平时是最听话 最懂事的孩子 那他们打架你们怎么不拦着呢 他们为什么要拦呀 我没有没有做错 别走 你们那个 好了 好了 那个孩子们也是那个正当防卫 是吧 你去办个手续 然后给人道歉 他们闯着祸 我凭什么道歉呢 不是 你一看就是一个 同情达理 讲信用的人 你去肯定比我去有用 都是你管 为了朋友两立插刀 航天城留人组果然非常失望 爸 你也没让我失望 深明大义 公平公正 肯定包青天 好 是吧 打架是不对的 以后不许再犯 听到没有 来 专业 蒋义 你们先把这些东西扔楼下去吧 好 好 好 那你咱们看着他呀 这些年 我一门心思想着往高处走 时间和精力全花在工作上了 就连谈恋爱也是权衡利弊的选择 结果我到头来 一场空 空了挺好啊 空了挺好啊 意味着告别过去重新开始了 你 你上一次靠在我肩膀上的时候 还是高二期末考试 那一次你考杂了 靠在我肩膀上哭 那个时候少考了十分就能大哭一场 现在想想算什么呀 长大了才知道 有些事情搞砸了就是搞砸了 胡说 你才没搞砸呢 你要是说比搞砸的话 肯定我能赢过你啊 从小到大我搞砸了那么多事情 但是你看我现在不是这样好好的吗 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就讨厌你这一点 想一出是一出 总是爱闯祸 但是成天都乐呵呵的 没心没肺 我还讨厌你呢 你成绩好又聪明 做每件事情都清清楚楚的 我妈总把你当成榜样 天天数了我呢 是 虽然你老是搞砸事 但是大家还是很喜欢你 你人缘永远都比我好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破天荒地 考了全班前十 大伙摆了一大桌饭帮你庆祝 但是没人记得 我那次考了全班第一 这几年我们不联系了 我变得越来越怂 但是我经常会想到你 如果当时我要是没和你吵架 没闹掰 现在的我会不会不一样 别人往我身上泼水的时候 如果你在 我会不会破回去 后来我慢慢明白 我是真的喜欢那个时候的你 跟你说个秘密啊 那些在公司欺负你的同事啊 后来被我给破回去了 真的 那当然 我是谁啊 杭天成黄飞鸿的后代 黄尹子 女女 欢喜你回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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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吧 再等会儿吧 解疗呢 再等会儿吧 你绝对不会想到 你绝对不会想到 我们几个人竟然又进了派出所 你能想象庄远和茗玉 跟人打架的样子吗 蒋衣和我脸上也挂了彩 茗玉呢 也终于认清了那个虚伪的男友 让他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罚 让他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罚 你给丁远做的专访 今天可是在我朋友圈上上刷屏啊 这 你看啦 嗯 嗯 你给丁远做的专访 写得挺错的 可是你为什么给他写那个 就那么好 给我写的讲义列传 就那样了 哪样啊 就那样呗 写的都是我的经手 那时尚您小时候 总干一些不靠谱的事情啊 那我怎么办 我不管啊 我那好久没更新了 我得要一把新呢 去去去 我没时间给你更新 不是哪有一个记者 写一半就不写了呀 你要是不会写 可以 我教你 你就把咱们俩怎么在一起的 加进去 那我也有想加点东西 加什么 比如 你什么时候喜欢的我 我哪儿记得住啊 咱俩以前天天在一块儿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都不记得 你都不记得了 别纠结过去了 咱俩现在不是在一起 对了 我一会儿得去一趟书店 去筹备一下丁业的读书会 她的读书会 为什么要你的准备啊 其实这个读书会 是我想帮她办的 一是谢谢她陪和我采访 二是因为 她不是这么多年没出书了吗 状态不太好 身体 身体也不太好 我就是想让她知道 其实她的书 还是感动过很多人的 给她一些安慰 那你去吧 那你去吧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我们一起去旅游好不好啊 你 在忙 在干吗 在忙吗 怎么不回信息啊 老板 海报我已经自己准备好了 您到时候都帮我 备一些桌子啊 椅子啊什么的 没问题 不过这小子老是独来独往 你确定 他愿意参加这种活动吗 反正我给他发了邀请函了 具体来不来 我也不知道 你说一个读书会 作者不来 多少灿烂点意思 不管他来不来 这个读书会 我一定得办 一哥 喝咖啡 谢谢啊 没事 一哥 我 我 我想申请调组 这 是发生了什么吗 这段时间呢 在你这里 我确实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我真的非常感激你 但是 你也知道 这一款游戏的开发期啊 得几年 我是真的希望 我第一次做了这个游戏 能够发行 您 什么意思 就 我最近 听到了一些关于您的传言 就 那边拿着 好好好 我这么说什么了 那要问问你自己吧 你到底在隐藏什么 不要以为到了一个新公司 曾经的五点就可以意味口销 我想 没有人会愿意跟一个抄袭者做游戏 可是我从来没有抄袭过啊 只是包不住火的 空中历险的事情 也不太好 已经人尽皆知了 空中之城是我独立开发的游戏 而空中历险也是借鉴了我的游戏 才开发出来的 人家这么大的一个游戏公司 干吗要抄袭你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开发者的小游戏 你一直保密的那个彩蛋 是不是涉及到你抄袭的部分 别血口喷人了 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 干吗要藏着业者 到了合适的时候 我自然会向公司展示的 好 那我生命一代 大家好 我是这次丁野读书会的筹办者 我从丁野的第一本小说 就喜欢上了他那种自由 和充满想象力的文字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应该都跟我一样吧 也许丁野 会像之前很多次活动那样 不会出现 但我相信大家 应该都已经习惯了吧 无论以后 他会不会推出文坛 但他给予我们的力量 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会一直陪伴着他 今天大家聚在这里 不光是回顾丁野的文字之旅 也是回顾我们自己的青春 话不多说 那我们开始吧 我第一次读丁野小说的时候 才上小学 我当时读的是孟金鱼的人 我一下就被他书里面 那种奇幻世界给吸引了 因为他所描绘的 是另一种想象空间 是我从未见过的 我那个时候刚上初中 特别叛逆 直到读到他的小说 我才发现 原来跟我一样的人有这么多 我并不孤独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当时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拨打电话 当时我爸刚去世 那时候 我每一天都过得浑浑噩噩噩的 直到我看见了迷宫 他真的给了我很多的安慰 尤其是 他对失去的描绘 我也有着很深的共鸣 慢慢地 我也找到了一些迷宫的出口 所以一直以来 我都挺感谢丁野的 谢谢 感谢大家的分享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跟你一样 那段时间也是低谷期 就是看着他的书撑了过来 丁野的书其实就是一个纽带 我们从他那里感受的力量 我相信 也一定会传达给他 你们回头看 看谁来了 你消失这么久去哪儿了 作家偶尔消失不是很正常 对 采访稿看了吗 没有 你 你最近身体还好吧 还行 吃得下睡得着 没有什么地方感觉到 不舒服或者是你难受的吧 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得绝症了 难道不是吗 你见过这样的绝症患者吗 不是 那你那医院清单是怎么回事啊 那都是跟你开玩笑的 没想到你还当真了 陪我干那么多傻事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也太奇怪了吧 那你没事 你写什么医院清单啊 你脑子是不是真的有病啊你 每个人从一出生 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死亡 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一份清单 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一份清单 你有想过自己会死在哪里吗 我想那干吗 没想过 你问我这干什么呀 没什么 好起来 我去看你 没什么 我去看你 我去看你 你不想过去看你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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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